有电子钱包平台表示 希望透过明星效应 吸引年轻人的消费券客户 有信心他们可以成为平台的长期用户 由邓家乐讲下 新一期消费券 可以领取的平台由四个变六个 竞争多了 原有价支付平台要留客 减低转会机会就要花点心思 Tap & Go表示 有大约一半经平台领取消费券的客户 是30岁以下 会继续透过明星效应迎战 我们上年的经验 我们都找了人气的男团的成员 去帮我们拍广告 而效果都非常之好 亦都相信可以直至吸引到更多年轻人 不单只是他们自己继续留在Tap & Go 亦都介绍更多朋友来用我们去登记做消费券 我们今次的策略不是斗价 其实今次我们的策略是 真是希望可以用到 给一些客户知道 其实是真的可以方便 还有可以到处都用到 公司说上一轮消费券 平台的客户特别是年轻用户 使得最多在电子产品上 今次重点增加商营优惠 他们说消费券亦都令到电子支付生态改变了 以前可能很多时尤其是小商户 他们就会比较喜欢收费的 但是经过今次消费券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用电子支付 因为消费券一定要用电子支付 所以其实很多小商户都开始去接受这件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地方 在网店方面其实我们看到的趋势都是他们 除了接受平时MasterCard、Visa那些信用卡的支付之外 他们都越来越开放去接受一些 譬如好像转数块这样的模式 他说除了消费券的使用 平台原有电子钱包交易亦都上升 在顾客体验不断提升下 有信心即使消费券亦潮过后 都能够将这班用户转化为长期客户 纳特记者 郑家乐部